hello大家好 非常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呢 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DIY生意灵感 在今天的视频当中是想跟我们的观众小朋友呢 展示一下怎么样可以制作出来一个非常简单的 有创意的这种小件的一个收纳盒 里面呢是放上了我一个戒指 这个小盒子呢是自己制作出来的 你可以把它放到你的随身的一个小手包包里面 或者呢你是要去做运动了 然后周围呢又没有非常合适的这个容器 能够把你的戒指呢把你的耳环或者是把你的项链呢进行一个收藏 那么我们这个盒子呢就是非常的方便能够放在你旁边 而且你还可以自己去找一个非常合适的颜色 或者是非常合适的一个容器 我们这边用到的就是我们鸡蛋的一个外壳 鸡蛋的一个收纳盒 以及呢我这边是选用的紫色的鸡蛋壳 还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绳子 以及我们的针线剪刀和打孔机 这边还需要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贴纸作为一个装饰 首先呢我们是要把我们的鸡蛋壳 这个装的一个盒子呢去给它剪下来 我们需要就是两边里面这个小小的一个角 这就是我们剪下来的两个装鸡蛋这个小的小角 我们可以把这边呢全都给它进行修剪 你不要的部分呢都可以把它剪掉 我们只需要最深的地方就可以了 现在呢我们把它剪开了之后就可以看到 这边呢可以合起来 然后可以刚好可以做出一个是这样的一个收纳盒 我们在这边呢给它做一个小好的一个记号 用我们的铅笔 等会呢就可以用我们的针线把它全部都缝起来 可以用我们的铅笔 就可以用我们的铅笔 可以用我们的铅笔 然后可以用 mi thin屏笔 使用我这个铅笔 用它怎么给它做 可以用我们的铅笔 使用它们的铅笔 可以用我们的铅笔 然后是一切比较大的铅笔 呢 就是这样子 使用它们可以用我们的铅笔 现在缝的时候呢 你要把它看一下 它是不是刚好这个位置呢 能够相够合在一起 如果你合不了的话呢 最好中间再给它加一些东西 加一个这个橡胶圈呢 或者是之类的 这边我们可以给它打个叉叉 然后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把它非常好的合在一起 如果是手镜比较小了 小空呢 又怕这个针扎的手的话呢 建议是你在缝的时候 带一个这个顶针 这样的话呢 就不容易扎到我们小空的手 大家的意思是 这个是我们这边我不画的 OK 但是现在呢 这个针扎的就像是一样的 有这个针扎的 能то这个针扎的 其实它这个针扎的 维的针扎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 现在无法的针扎的 你这边的针扎的 你知道那边 OK 前面呢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打孔机 给它打出两个洞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用我们的缎带给它绑起来 或者是给它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扣子 然后用我们的胶带 或者是用我们的这个绳子给它合起来 打好了洞之后 可以在这边看一下 上面呢是上下都要给打一个洞 我们这边呢可以把它用大概是20厘米左右剪一个段 然后把它两个系列相连 从里面呢连到外面 从外面我们可以直接给它打一个结就好了 在最后呢我们是打了两个结 这样的话呢你打开了之后 就不容易让我们这根线呢 通过我们这个小的小洞就给它滑了出来 使用起来呢也是非常的方便 也非常简便 如果你用坏了之后呢 是重新再做一个的话呢 也不会费太多的精力 或者费太多的材料 材料呢也是非常的廉价 非常的方便 所以在这里呢会推荐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呢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装饰的话呢 也可以把它做一个贴纸的一个装饰在上面 可以在上面呢贴上你喜欢的那个图形 你喜欢的那个装饰或者是你喜欢的那个记号等等等等 非常大的 这样的话呢我们这非常可爱的小的一个收纳盒就已经做好了 嗯可以在里面放上你的一个戒指 放上你的一个耳环 放上你的一个项链 非常的适合有我们那种经常是去健身房的一个朋友们 如果你想要随身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戒指 或者是一个项链的一个收纳盒的话呢 周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工具的话 嗯这个盒子呢是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好了希望你能够喜欢我们今天给你带来这样的一个小的视频 想看到更多的视频的话呢 直接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在屏幕的下方呢 非常欢迎能够你的留下你们宝贵的留言 还有你们的愿望 你们的愿望呢 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会根据你的愿望来做出下一期的视频 不要忘了给我们点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加一鼓励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希望你能够玩得开心 看得愉快 下期再见 拜拜